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,步入社会后,你有哪些最深的领悟? 有一个高赞回答说,酒不要太醉,饭不要太饱,永远不要对层次低得太好。 因为三界分六道,人品分九等。 在这个凉薄的世界,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好心。 当你义无反顾地付出全部,很多时候换不回感激,只能得到一生的教训。 永远记住,别对层次低的人太好。 一,不懂感恩的人,关系再近也要远离。 有这样一个故事,可能大家都听过。 甲不喜欢吃鸡蛋,每次发了鸡蛋都给一吃。 久而久之,已习惯了有鸡蛋吃,将这件事看作理所当然。 直到有一天,甲不把鸡蛋给一吃,他立马就破口大骂。 他忘记了,这个鸡蛋本来就是假的,假想给谁都可以。 不懂感恩的人,是体会不到别人付出的。 你对他奉献再多,都换不回一句谢谢,只能换回无休止的怨恨和敌意。 作家小斌讲过朋友段林的亲身经历。 段林夫妇在城里开饭店,并购置了两处房产。 一处用于自家居住,另一处则是为孩子未来所准备的房子。 老家的妹妹听说后,决定投半来。 段林知道后十分高兴,怕妹妹妹夫没落脚的地方,便把空置的另一套房子免费给他们住。 他还自套药包,帮妹妹开离家餐馆,并将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给了二人。 此后多年,只要妹妹有困难,段林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 然而,人心难测,段林全心全意地付出,没换来一丝回报,反倒激起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。 当段林的儿子大学毕业准备购房时,她决定将借给妹妹的房子卖掉,抽几资金为儿子付首付。 谁知道她刚一提出来这个想法,妹妹就怒火冲天,不能卖我家的房子。 妹夫更是情绪激动,直接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,谁敢卖了这房子,我就和谁拼命。 面对妹妹一家的蛮横态度,段林一下寒了心。 她没有想到多年付出,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 愤怒之下,她与妹妹一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闹进法院才将房子要回。 原本亲密无间的骨肉至亲,最终变得老死不相往来。 西游记里说,恩将恩报人减少,反把恩慈便作丑。 做人行善是美德,但对有些人就不值得。 因为层次低的人,眼里只有利益,没有感恩。 你过度地善良,只会遭到冷言与漠视,过分地豪意,只会招致背叛与欺凌。 与人交往,不要等到被伤透了心,才发现付错了真心。 二,贪得无厌的人,感情再深也要拒绝。 媒体人陈四海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。 他曾经有位置有,彼此感情很是深厚。 可是就在几年前,他开了一家小型的超市,两人的关系就彻底崩裂了。 原来,有一段时间,他尽了一批蜂蜜,就给朋友送去了两罐尝尝。 没想到朋友尝完,一个尽说好吃,又向马克森要了几罐,说要送给家里的亲戚。 陈四海碍于面子,只能硬着头皮,又免费送了几罐。 可从那之后,朋友就想尝到了甜头。 段午节开始过来要粽子,中秋节过来要月饼,春节过来要礼盒。 只要逢年过节,朋友都会来陈四海的超市,明里暗里找他要东西。 好几次,陈四海都提醒朋友付钱,但是对方总是习惯性装傻。 最后迫于无奈,陈四海通下决心,与朋友断绝了往来。 对于贪婪的人,你再怎么尽力,也无法真正满足他们。 因为他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,你永远不可能填补那巨大的缺口。 你付出越多,对方就会索取越多,最终受损害的只会是自己。 作家杨本芬在小说《秋原》中讲过一个故事。 有一位军官叫任寿,向来以善良大方著称。 有一年,他的父亲离世,他回家奔丧住在唐帝家。 唐帝是当地有名的赌徒,家产几乎都快败光。 他见任寿住在自己家里,故意当着他的面抱怨,说日子不好过。 任寿听完很是愧疚,立马拿出钱,说要包揽唐帝家所有的开销。 没想到唐帝拿到钱,很快就去牌桌上赌个金光。 下了赌场,唐帝又盘算起了主意。 他暗中与人串通,隔三差五骗取任寿的钱财。 任寿虽然疑虑,但是每次想到唐帝是自己的亲人,最终还是会倾囊相助。 结果不出半年,人寿就散尽家财,最终变得穷困潦倒。 王小波说过,善良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错误的善良,不会给他人带来天堂,只会拖累你掉进地狱。 层次低的人,他们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贪婪,而是在贪婪的同时还会无止境地缩取。 人心似海,欲赫难填,再多的善意也填补满一颗充满欲望的心。 好心过了头,只会让别人得寸进尺。 永远记住,不要把自己有限的善良去浪费在贪得无厌的人身上。 三,你的善良很珍贵,要给值得的人。 在塔木德里,犹太人往往用萨布拉斯来形容自己。 萨布拉斯在汉语中以为仙人掌。 犹太人深信,人的性情应当如同仙人掌那般,内在柔软而富有生命力,外在则坚韧带刺。 仙人掌虽无法如花朵般娇眼,但正因其周身遍布的锐利之刺,才得以捍卫自己柔软的心。 在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对他好。 对于那些层次浅薄的人,需要拒绝时不必犹豫,需要狠心时更不必退缩。 当你变得有棱有角,这个世界才会对你展现出应有的尊重。 作家张德芬在文章中讲过小林的经历。 几年前,小林购入了一辆新车,一位女同事时常搭她的顺风车回家。 尽管小林心里很不情愿,但出于同事件的情面,她始终未曾开口拒绝。 然而,某次公司聚餐时,这位女同事却毫不掩饰地评价道,小林的车呀,真的太一般了,我坐得相当不舒服。 面对这样的言论,小林只是微微一笑,并未多言。 但女同事再次提出蹭车时,小林却毫不犹豫地回答,不方便。 对方听后脸色煞石变得通红,随后便匆匆离去。 自从那次之后,对方再也没找过她,小林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清静而舒畅。 常言道,小人畏微不畏德,意思是,小人只会害怕威势,却不会尊重有德性的好人。 对于这种人,一味妥协和退让,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。 要知道,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,但不是廉价的。 在恰当的时候明确底线,才能避免成为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 当你心怀善意,但又不忘坚守自己的底线时,你的善良才会被珍惜。 金庸在《舒简安愁录》里说,江湖上人心险恶,对待朋友,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。 但对付小人,你要是欣然待他,那就吃亏上当了。 人与人交往最忌讳的,就是你不管对谁都释放好意。 因为低层次的人不善于感恩,却习惯无休止地索取。 你给他们的好,多了是债,少了是愿。 面对这种愚取愚求,试着无情一点,冷漠一点。 当真心拥有边界,善良也有锋芒,你才能不再寒心和后悔。 余生,愿你的好心只留给对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